10月14日,加拿大一架CP-140型机非法侵入中国钓鱼岛附属岛屿,斥围于领空,严重侵犯中国主权,威胁中国国家安全。 针对加方的挑衅行为,中方已经向加方提出了严正交涉,中国军队也在现场采取了必要的处置措施。 事实的真相就是,加方军机不远万里,到中国家门口滋事挑衅,中方依法依规处置。 加方应当尊重客观事实,停止散播虚假信息。 近年来,加拿大军机以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为借口,频繁对中国抵禁侦查并挑衅。 需要强调的是,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从未授权任何国家,以执行决议为由,在他国管辖、海空域、部署军力,开展间谍侦查活动。 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,以执行决议为名,危害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安全。 中方敦促加方正视事态的严重性,立即停止冒险挑衅行为。